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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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回说 我可以到你公司上班 这事还当不当真 当真 当然当真了 那 我这每个月工资 多少钱 你呢 咱们都是老熟人了 我还能亏待你 我不是这意思 手头有点紧 你等等 喂 小王 公司现在还有多少现金 六千 行 你全部给我拿过来 妮娜 公司现在没有多少现金 只有六千 不多 先拿着 回头再找我 我也没这么急 你别跟我客气了 那个 你呢 你让我说什么好 我真是太感激你了 小王怎么还不来我去看看 你等着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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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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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现在还保持着一种旺盛的革命理想中心 你在仿刺我吗 没有没有 绝对 那你可看多眼了 谁身上都有泥水 只不过多少不同而已 我没你说的那么熟悉 我早就学会妥协了 如果我一点不妥协的话 我根本就不可能在部队带到进去 从青年到中年 就是一个学会妥协的过程 总监 我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啊 我说的都是实话 周叔叔在我人生最关键的时候 帮助了我 这是我一辈子都忘了的 你忘了也好 不忘也好 跟我没什么关系 不对啊 这我可不同意 你知道你有什么缺点吗 叫我 你骄傲的不允许别人指出你的缺点 骄傲的不允许别人来帮助 你知道吗 是吗 我怎么没觉得 我们团的战士跟我玩的时候 都说我这个团长一点架子都没有 那是两个概念 对下你可以很随和 可以没有架子 但是对同级甚至对上级 你就不是那么随和了 你不觉得吗 那你到底想说什么 东京 咱俩从小玩到大 谁的心事瞒不过谁 你现在的处境 我上次回去开会 大哥跟我聊过 我怎么了 这么多人被我操心 你啊别装作若无其事了 咱俩是有很多误会的地方 有一些成见 但是我始终认为 你是一个好军人 一个优秀的军人 一个部队建设需要的优秀军人 你放心吧 我会帮助你留下来的 我也会帮助你把握住这次升线的机会 咱们分区参谋长的位置 我一定争取跟你报上去 我这么说我要感谢司令对我的提拔之恩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魏明昆 我的司令员同事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你对我施加任何恩 真的 我周冬进行的是做的 我靠的是我自己的本事 在咱们分区所有政团制干部中 有谁的军事素质在我之上 有谁的业绩在我之上 谁对这个部队的热爱之心在我之上 我不需要任何人可怜我 当然也包括你 魏明昆同事 真是江山意改方新南意 是 能阶在哪 呢 在山上 这些不想伤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师傅 魏司令 有什么指示 啊 让我去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这种事我们团有分工 是团政委王耀文来负责 哎 东建 这可是大哥在电话里边 一再地跟我强调的啊 要你跟我一块带着去 他们给你打电话 那好吧 我现在 再把大哥说的这件事情的意义啊 再跟你转述一遍 这件事我知道 南正已经跟我说得很清楚了 而且我们团里已经定下了事情了 上次你来团里的时候 我是跟你汇报过 再说了 我对这种组织报告团的事 我实在是不在行 而且我真的不行 我这根本就抽不出时间来 你直接找我们团政委王耀文吧 哎 那好 爸 我知道 您呢 最挂念的就是东进 最不放心的呢 也是东进 这下您放心好了 东进的职务问题啊 基本算是解决了 您知道吗 东进他们团啊 出了个英雄战士 叫朱志强 他的英雄士忌啊 得到了军区领导的重视 准备把这个战士呢 数为全军学习的榜样 我呀 给魏明坤打过电话了 哎 爸 魏明坤你还记得吧 就是当年您亲自送他去 参军的那个邪将的儿子 他现在进步可快了 已经是东进他们那个军分区的司令员了 我让他和东进啊 尽快的组织一个英雄士忌报告团 到军区来做英雄士忌报告 这样一来的话 东进提把的事 就算是铁板钉钉了 爸 有我在 您就放心吧 你真行 咱爸你脑门呢 还有通电 医生啊 我没事跟爸多说说话 说对他身体恢复有所帮助 这不定会不会出现奇迹的 我看啊 你这是白费劲的 你说什么呢 要不就不来 一来就说难听的话 嘴个个乌鸦了 好好好 大哥 我保证以后啊 在您面前我专简好听的话说 行不行 不是在我们面前 在爸爸面前 行行行 在爸爸面前 哎 你别说 我还真有一件老爸一嘴爱听的事 老爸呀 东晋老这么搁这个单 不是个事啊 这件事啊 爸爸倒是一直操心着 哎 大哥 我看你呢 一点都没有放下我二哥 我觉得啊 你就搓搓搓搓的 让他们救生碰然德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东晋了 是不是又在打什么主意啊 瞧你这话说的啊 感觉就你这个当大哥的关心他 我这个当弟弟从来没关心他似的 哼 在我印象当中啊 你从来就没关心过人 那我现在开始关心他 是不是 行了行了 好好跟爸爸说说话吧 啊 就 哎 爸 我刚才说那事可以吧 我知道 您心里啊 放不下东晋 不能让他老甩蛋 对不对 啊 哎 东晋啊 嗯 魏司令 昨天要我过去了一趟 有好消息啊 我知道 我就知道 你知道 所以昨天晚上啊 我没来过来找你 怎么样 还是你带队去一趟吧 你别跟我来这套啊 咱们可都说好了 东晋啊 上次去啊 你回去时间太短了 我想趁着这次机会 你回去陪老夫你多待几天 嗨 其实啊 见一面就行了 我又不是医生 我回去能帮什么忙 你你别跟我来这套啊 咱们说好的 你带队 你负责 哎 东晋 不是我卖你的人情啊 这可是一次机会啊 魏司令说了 上级领导对这件事情 可非常重视 准备啊 把独自强同志啊 输给全军训的新典型 你想想 这件事情要办成 行了行了 我知道 南正明跟我说过 我觉得咱们定好的事 别再变来变去的好不好 咱们团里总得留一个人嘛 是不是 你就代表我就完了 那好吧 哎 还有一件事啊 魏司令祝福这次要带一些经费去 你看 行带吧 毕竟这么多人 带多少 咱们团的家里人就知道 你看着办吧 行 好好 好 这时候我活着了 好 这次团长 这是小陈 你好 我们通过电话 这次我团纸带来了 你想去看一下 好来 看 光说你跟咱们谈 那我下这间汉盘 好 谢谢 这是这个多功能野站直行车 啊 这是部分的这个团纸 这是部分的 对 怎么样 啊 这是远红外 对对对对 就是 这是雷达 这是夜药 夜药 对 团长 人家没有故意再拿用辣门 是不是 二十万 要是没有这二十万 肯定是拿不下来 我也没说人为难咱们 那你为什么不答应人家呀 人家降到十八万 已经是最底线了呀 说得轻松 十八万 我一共只有二十万 我还有个远程跟踪系统的 我干不干了 哎呀 我就搞不明白 你手里的钱 就会搞一个项目的 对不对 你非得两个一块搞 是不是 哪有那么好的事啊 天底压子好事 多让你占尽了呀 听说过那句话 吃不穷穿不穷 算计不到才会穷 我会算计没什么 哎呀 好 你会算计好 我说呀 现在怎么算都不够 你那么有本事 你不能像上级的要点钱呀 是不是 再说了 又不是给咱们自己办事 废话 你以为我不想 我傻瓜呀我 那你为什么不答应人家呀 对不对 刚才 刚才人家师兄 又来了又来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不该你问的事 你别问 把你的鬼脸给我收起 你怎么知道我做鬼脸 哎 哎 范长 我有一个师兄 是一家军工厂的总工事师 要不我给他打一电话问问他 真的 对啊 那你不早说你 离咱们家太长了 哪 岂合事啊 没多远 三百多公里吧 要不咱明天去吧 今天就别去了 咱马上去 四五个小时就到 哇 不会吧 我说 我也没跟人打电话 要不跟人打一电话 那就打电话 那 那是公电话 看见吗 啊 现在打电话 哎 下一步呢 让报告团到 捐区各大大委 去转一转 做一下消息报告 要大力的宣传 英雄事迹和英雄精神 同时呢 把材料再整一整 工作一定要干上 我知道了 好 你们就见一块落实吧 我还有些事情 先走一下 好 班长 咱们可说好了 这会给我什么奖赏 奖赏 我什么时候说 我给你奖赏 昨天晚上 你跟总工喝酒的时候 说的呀 喝酒的时候 有的时候 当然有了 对了 咱们那套远程 电子监控设备的数据 需要逐一的合作 一对 马上赶紧 哎 不是 这也叫奖赏啊 这还不了奖赏 我记得你 给我说过一首诗啊 是骏马 就给他一片开阔的草原 是熊鹰 就给他一片无银的蓝天 怎么样 这么大的奖赏还不够啊 本来呢 我是想跟你放几天假 可是你既然主动请战 我也不好打击你的积极性 是不是 赶快去干吧 我现在去联系 给人家拨款的事 放开手脚干吧 有您那么当团长的吧 什么 我明明放你那二十万 那十万哪儿 团长 前面在我提早了 他就和您说过 你想想 他什么时候跟我说过 你再想想 他 不 他是跟我说过 可我们样的提早这么多呀 我好容易找到一家 费钱少 又很垫不紧 合同我跟着签完了 现在让我怎么办 你好 赵卫是我 我团长毛纸呢 团长在 团长电话 喂 东进呢 你跑到哪儿去了 怎么早也找不到你啊 我们这儿很顺利 对 对 首长听了我们的报告啊 非常满意 要我们尽快把材料啊 报到上面去 什么 钱 对对对 是我提出来的 我还要这么跟你说呢 什么 你还提早说 你发扬角疯了是不是 我告诉你王爷们 这笔钱是我好容易攒下来 搞科研费用的 你别急啊 喂 你先别急嘛 你听我 我工厂那边等着付钱我喝 你没这个权利 喂 你谁啊 我是卫民坤 对 东进 这个钱 是我让药本拿的 你听我说 你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啊 这是大哥 也就是周部长 亲口交代的 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出发了 这个事宣传力度很大 需要很多媒体的配合 所以花钱的地方很多 那我不管了 我也不感兴趣 搞宣传数点形 是你们的正常工作 怎么还让我们来出费用呢 我不管 合同我也就跟人签网了 工厂那边等着我付钱 行了行了东姐 你听我说 你不就是弄那个车的事吗 放一旁又怎样 总得有个主次 有个轻重缓急嘛 你不懂 我跟你说了 你也不懂 为了这个项目 我付出多少心血 你知不知道 如果早日更换这批设备 根本就不会有 黑三口事件的发生 行了 我不跟你多说了 你让网友们接电话 要不出去送材料了 我告诉你们 这件事件没完 三里远啊 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东京这小子 我可担心他呀 雲坤来了 大哥 坐坐坐坐 怎么了 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 干嘛要超眉苦脸的 雲坤 这两天 东京给你打电话没有 没有啊 他昨天在电话里边 把我和药文 慢了一桶 有这事 太有像话了 雲坤 你现在是他的上级 他有什么不对 该说的就得说 算了 其实他只要好好地 配合我的工作 态度不态度 无所谓 那也不行 就他这个态度 你不批评 我也得批评他 坐吧 说吧 找我来什么事 其实也都过去了 就是那经费的问题 我已经让分区后清部 拿出了一部分 我正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这可是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 以后呢 你们可以不为经费发愁了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你们军分区将第一个收益 怎么回事 您详细说说 黑山口不是出了朱志强 他们一个英雄吗 这引起了上级领导 对边防部队的高度重视 他们下个决心了 准备给边防部队 拨一笔专款 加强边防部队硬件的建设 真的啊 那当然是真的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你们军分区啊 一定会成为第一批事业 太好了 太好了 大哥 这事跟东京说了吗 我刚开完会 还没来得及通知他 他不成天抱怨 部队设施落后吗 这下可以彻底地改善了 对了 我跟你们说的那几点 你们落实了没有 落实了 你这干什么事啊 收拾起来啊 风箱沉荡 谁让你收拾的 工作没干完的都拿出来拿出来 算了吧团长 我都听说了 没有钱啊 什么事都干不了 谁跟你说的 经费是我来要 咱把东西拿出来 咱们接着 团长 咱被打中脸冲胖子了 今天下午我师兄来电话 问我划款的事 我全都告诉他了 你跟人说什么了 我说经费被玩弄 我一提走了 合同没办法履行 咱不能老调人家了 谁让你说的 谁骗你的这权利 团长 您别冲我发火啊 巧妇难为无米之吹 我们现在连合同上的约定资金都没办法落实 你要人家怎么帮咱们呀 我那个师兄 虽然能帮咱们还还价 可是 可是你不能老隐瞒人家吧 那算什么回事啊 我说是不是道理啊 团长 冲我发火 还不知道冲谁发火 你把东西给我放下 钱的事我来要 团长 不是我说丧气话 这钱啊 肯定是追不回来了 我必须要了 我现在就给玩一玩打电话 电话里打不通 我到军区掌 陈琪 我命令你 你必须给我盖下去 团 团长 你 你听我说团长 团长 团长 您不是战争吗 现在数点形 才是咱们团的头等大事啊 我这也叫头等大事 陈琪 这项设计搞了多长时间了 你知不知道 如果这两项设计搞成了 就是我们边防建设中的重大突破 这才叫头等大事 如果数点形 那是二团百头困境 当然数点形 也是头等大事了 陈琪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不该你管的事 你别管 不该问的你 别问你 搞好你的设计 我们为了达到数点形的目的 不惜隐瞒事实的真相 团长 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舍弃的 你说什么 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你跟我说清楚 什么叫隐瞒事实真相 团长 我的意思是说呀 如果这两件事发生了矛盾冲突 应该以数点形为主 工厂那边我去解释 别给我绕关子 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什么叫隐瞒事实真相 团长 您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其实我知道 我要是您 我也会这么做 你少给我废话 回答我的问题 我可都听说了 不一定准确 说 有人说 黑山口 那两个战士 是因为追野兔 才掉下悬崖的 追野兔 对 扯蛋 边方绍所有明文规定 巡逻行线途中 严禁追捕野生洞 况且朱志强是个优秀的班长 也是个老兵 根本就不可能 那可有一个是新兵啊 团长 你说鲁声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我听人是这么说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这可就是一起重大的伤亡事故 不可能的 我告诉你 王政委到过第一现场 知道吗 有事也瞒不过他的眼睛 周团长 确实有人在隐瞒事实真相 你听谁在那扯蛋 就算有人隐瞒真相 瞒得老军分区吗 瞒得老工作组吗 工作组也到现场勘查过 跟你根本就不可能 那工作组是分区新来的魏司令 魏司令跟您是老交情了呀 不会做不利二弹的事情 你听谁说我们是老交情 有人说 魏司令是您的父亲亲手送到部队上来的 再说了 魏司令也不愿意上任 就碰到这种事情 团长 你没事吧 我没事 陈姐 你先回去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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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情况 你们回来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带来线管和工具 可 当时为什么把工具丢在一百多米外的线盖底下 是 卢生 你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 嗯 你必须跟我说出事情 好 好 多闹 瑶瑶 哎 你这多少饭呢 你被冻小妈来 今天就让我来做吧 你就歇着吧 你就等我做好了吃吧 马上就来 别烫着了 妈 让我来 让我来 你先吃点菜 这个给你的 了了 妈现在就只有你了 只要你好好的 妈就什么都能 妈 好好的说这些干嘛 先吃吧 不说了 不说 来 吃鸡蛋 妈 我有点事想跟你商量 是吗 我想参加补习班 这是好事啊 可是补习班需要交钱 多少钱 妈给 三百 这么贵呢 都是外教老师 要不我别上了 学习很重要的 钱没关系 妈给你拿去啊 来看看 我来看看 我来看看 獻給英雄的偏方戰士 這件事情王政委知道了嗎 知道 政委說 這件事關係到班長的榮譽 也關係到我們黑山口上所的榮譽 更關係到我們全團的榮譽 別再說了 團長 其實 我不是為了我自己 政委說得對 如果把事情照直說出去的話 就有可能定成事故 如果定成事故 班長就憑不了烈士 咱們團 就憑不了安全標兵團 那樣的話 班長就不愛犧牲了 咱們團那麼多戰士 辛苦了十多年 就都泡湯了 團長 說心裡話 我難受 尤其是他们来医院 安慰我呀 说我是英雄啊 我心里明白 都怨我 是我害了班长 我有罪呀 有时候 我真想 可我知道我不能 我就狠狠地掐我自己 我掐住这 我对自己就是 武生 武生 你已经对不住班长一次了 你啥话 我不是为了你自己 你是为了班长 班长为了你把命都搭进去了 这点到底算什么呀 路上 你是不是觉得心里边特别憋得慌 你想不想哭 不 断腦 路上 我命给你哭 我批准你哭 你痛得快快地哭一次 我不哭 你哭 我必须哭 你必须哭 哭 我必须哭 我必须哭 哭 我必须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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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